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吉池雪凌 助手有馬二啦 大毛蟹啦 今集的主題,是不是要大叫一聲呢? 我們要用什麼話說呢? 中文可以啦,大家聽不明白 不如有文嗎?話說吧,不如說話說吧 你試一下有文嗎?話說 不懂,我們聽有馬二表演吧 請 太傻啦! 講完這句,大家會不會知道這個當然是誰呢? 應該是瘋魔人士 有馬二 原來有馬二表演 那是你 開傻啦 知道嗎? 要不認識你吧,繼續吧 大家聽完這句之後,可能都會覺得為何自陳相識 其實這個跟我們教授之前看過台灣的新聞有關 當時台灣有丁宮來訪,丁宮李慧來訪 這個台灣的國際書展,雖然主題好像是德國還是法國 但是呢,因為台灣大家都會知道 除了Francy Frontier 這些類型之外,台灣其實都可以說 亞洲區繼日本之後 一個動畫影響這麼深,或者說 粉絲最狂義的地方 第二來講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台灣都會有時候請到一些比較具分量 例如過去Francy Frontier 可能會請過一些西友葵 甚至一些原畫家,譬如是Tony 都會有一些台灣Francy Frontier 特有的一些本,又不是抗議期限定 其實可以看到台灣在這方面都會有一定分量的抗議度 所以台灣書展,都會跟香港書展有一定分量的相似 但是呢,他們可以找到一些聲優級 或者一些重量級少少的人馬來 就有別於香港這些普通的事件 所以這次台灣的書展,就找到這個丁宮李慧 然後又來訪 那麼巧,大家在投票區裡面所做的投票 最後呢,以這個丁宮李慧就得到1432票 那麼就贏了這個水樹內裡的1405票 我們有理由相信那裡的票數一半只有阿爽哥頭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不重要啦 我們曾經也要說最後一位第三位 田村有卡尼 是142票 總票數應該是 1979票 那麼先多謝大家之前 和阿爽哥之前 哈哈哈哈 那曾經是真的有段時間是水樹內裡反超前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是一突然之間 譬如你以為就出來了 其實呢,作為這個blog的管理人 我是一天三次去檢查這些叫IP 啦,瀏覽量,以及投票的 那有時候會出現一些不合理的情況 但是基於這個技術所限 和我個人沒有時間的關係 就很難去避免這些事情發生的 那所以呢,我很無奈地接受這個阿爽哥的母子介入 其實最主要是網友智樂 我們有多高科技都會被人破 明白的啦,明白的啦 即是有知道的就明白的啦 總之,我們今集說 所以我們今集說了這麼久 今集主題就是講叮咚李衛啦 那其實基本上叮咚李衛 應該都很多人相熟了吧 這裡有多少人是有叮咚病的 我沒有的 真的沒有啊,很奇怪 我沒有叮咚病 我曾經是,現在沒事了 即是啦,說什麼 即是你免疫了 那你免疫了就對了 你說一下叮咚病,那又怎樣了 我覺得就是叮咚病的 就要聽到他那些虐待的聲音 即是虐待子的聲音 就是虐待還是虐待? 蛤?他叮咚病的字虐待死的嗎? 不是,他虐待人啦 哦,S屬性啦 是啊,我S屬性 那就虐待了,哈哈 那後來當然就沒事了 咦,那你就少一點啊 你是奇怪一點 即你是稀少的人 對,是另類的 通常呢叮咚病 你都知道他奇怪嗎? 哦,這樣 即是他喜歡一些特殊癖好的 對啦,真的不應該 一般來說,叮咚病 通人中招 就是夏娜的聲音啦 即是那把 呃,一個 Listeng,Listeng,Listeng 對啦 很耐力的聲音啦 他在桃灣那裡都 直接表演到這把聲音 現場感很重 實際上你說的那把聲音 那個特色其實都是 真的幾重的 當然啦 你說聲優這把聲音 怎樣去形容 我就都想不到什麼 支持他去形容 但我相信聽過的都會很清楚 這把聲音 你都是 即是你聽過一次 你都記得 是一把 可以說是毒性很強 對某些人 毒性很強的聲音 也都導致到 為甚麼好像說 這次台灣這個書展 可以引發到 幾乎是暴動啊 旁邊的書箱 全部都塌了書架 這樣的事件發生呢 其實都跟丁宮李慧本身 他的配音 那個實力 那個實力 以及他的聲線 特色是有關的 至於你說其實丁宮 本身 以我所記得而言 基本上他超到以來 超到以來 我覺得到現在 基本上都是很HIT的 即是有很多角色 特別是一些 最簡單是一些很矮 很矮小 很小的樣子 的角色 很多時候都找他配 即是所謂說 當這個 有馬爾中毒的一套 叫做 Gundam 0000 那時候 有人曾經說過一句 丁宮終於 不用配一些 憑語的角色了 這個好像挺定律性 或者這樣說 他的聲音 比較適合配那些 幼兒體向的角色 例如說很簡單 是馮板大河 那就是丁宮本身 不是 我認識他那時候 他超重神 他都平開了 你這樣說 因為其實他的聲音 又不是說 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好在 通常有些 很有特色聲音的聲優 他就很難配到其他聲音 但丁宮他基本上 配一些角色 例如說 可能是一些 少男 就是 青年男子 都是可以的 其實 這個是 挺特別的 因為很難的 有時候你要去調校 這些聲音 特別是你那些 那麼強烈 你那個角色那麼強烈 你可以配到其他東西 很難的 又或者 舉個另一例子 你說如果以少女而言 就好像是 這個 吸血鬼 二十字架 裡面的 白雪 其實他的聲音 都是比較 會發覺 是比較普通少女向了 你就真的不太認得出 當然 有很多人一定會認得出 我自己 我第一次聽到 這類型的丁宮 你都會覺得 他是挺趕的 在演繹的尋演方面 當然 技巧方面 也更加 可能始終他 腳趾的角色 都已經絕對不少了 特別是 近幾年 他基本上 一些主角的角色 都越來越多 以前你說民選 都什麼丁宮三二星 我覺得其實有一個 趨向的 因為本身 這類型的角色 在輕少少裡面 本身屬於 幾本格 幾多 令到其實 報告率高了 而且人們 畫了一個代名詞 就是在這類型 就等於丁宮 所以一定找丁宮配 所以我覺得 不是說丁宮本身 適合這些 是本身太多作品 是有這類型的角色 而丁宮他配了 第一個成功之後 那些人很自然 然後第二第三 都會找他 那他本身有個實力 都可以有個變化 在裡面 很正常的 如果你說這類角色 真的配得神始 丁宮是做得非常好的 當然 你說找其他人配 不能 但是配不配得 同一種感覺出來呢 又或者配不配得 本身原作者 他想要的那種感覺出來呢 這個可能 就是 看看他作者自己本身的後面 作者寫的 就是拿著丁宮 所以 作者對那個作品 那套動畫派的作品 那個聲優 那個分配 其實都有很大的 可以左右到 當然不是每個會 但是有很多都會 所以你說 如果你說 簡介然 我會覺得丁宮 其實在配音這方面 都很全面 可能他配不同聲音 又可以 他有一個特色的聲線 但是比較少配一些大人 就是比較 你至少二十歲左右的角色 比較少 他不用配這些 海鮑那邊那個 他不用配這些 三都是善女的 三都是善女的 善女的 都叫 不是你說 我家湖先彈個閱讀 千多歲 對啦 對啦 嘩你這樣沒得計啊 還有你說 你說大人聲線 其實 可以 跟丁宮 可以取得到丁宮 其實有很多 反而你說 丁宮絕殺石 都是說 他那把 有病毒的聲線 那是適當運用 這些需要嗎 對啦 如果你老實說 你什麼都配得到 其實我已經覺得 很OK的了 你配得普通也好 配得很好也好 他現在兩樣都可以做到 有什麼不好 那絕對是非常好 我覺得 配音方面 我會覺得 是很全面 還有他現在 我記得沒有三字頭 二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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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這些秘密 二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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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剛剛三十嗎 我記得 是嗎 那個不是 十七歲加了幾天 那個不是小小孩 剛剛三十個不是小小孩 不要緊 大家上網查一下 應該二十幾歲 二十到問了 其實都是有差不多 可以繼續配的 當然都是看星線老化的問題 但是 特別是丁宮 因為丁宮 他始終那把星線太有特色 如果他星線買了老化的時候 變相的落差會變得很大 對 因為他本身比較 比較 你可以說羅莉幼女系那種 絕對是 他差一點點 比較尖 算不算 還有他很聰明 他很會配奧嬌 奧嬌屬性那些 他有他真的很好 這類型 其實如果真的 好像剛才無邪所說 老化的情況的話 真的可能 突然之間的落差會很大 對 所以就 變了 你當然是看著看著他 就不要那麼快 不要那麼快老化 應該沒有那麼快 對 對 但這件事就是看個人 每個人不同 不過就算你說他可能說 老化一定會的 但我覺得這幾年以內 就不會有什麼 很大很大的變化 都是差不多 所以相信 聽 喜歡丁宮李偉的朋友 應該還可以聽好幾年 還有其實現在他做 那麼多作品 應該你都沒看完 已經多到不得了 其實他每年 其實他每季都很多 你不要說每年是每季都很多 我一定 我如果套用民選 我拉一點 原因是因為 民選當年有那些 叫什麼 丁宮三年星 丁宮四年星 即是說三個角色 都是主要角色 自己打自己 什麼 本身是夏拉 或者是三千元 Ruice Ruice 那些三個是自己對打 Ruice 那些什麼 你發覺一堆都是 其實你覺得差不多的 那個感覺 各個角色都是這樣的樣子 但都是他配的 所以他那個市場是完全看得到的 但其實我自己個人感覺 可能我自己的錢 其實我感覺就是 你說這三年星來講 其實配過星線 其實我覺得變化有 不是好多 可能就是角色本身 質太遲 以及背景也不是差太遠 扔帽子 真的扔帽子 要不就是他本身能力上 可能做到那麼多變化 他本身是限制 以來可能製作群 或者觀眾是想他這樣表達的 所以他迫著也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說就是後者 後者 因為 老實說 其實我 如果你說你不要三個比較 我覺得你獨立去看 每一個作品 去配這個角色 其實他配得很好 即是他配得好神似 是這樣的 角色 都是奧嬌的 都是這樣的性格 都是小顆顆的 都是奈利 其實是對的 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 有一種撲辣雕聞的感覺 對 他真的想要帶出這件事 當然 如果你說太多 你肚子都看到他 你當然會覺得很快 因為那期太遲的關係 那期的問題 連續 連續地來 哇 你想想一間 講女子中學的一套動畫 或是漫畫 突然間 全部女角都是丁宮 那你豈不是死 曲折人的機 那些 所以 如果你說他 我覺得不是他的問題 其實純粹是因為很多作品 在我們聽說 很多作品 都是有這類角色 所以丁宮 變了大範圍 必定會需要用到的 其實你每一套作品 都看到一個 總有奧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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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一個奧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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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丁宮那個 太煞食 他的獨屎性質太強 是的 他的特性實在太過吸引 就變了 不是說沒得選問題 就是可能你想想 你不會選 是你不會選 就是丁宮 沒有那麼多 所以 市場那個 觀點來講 我覺得是 他的 一直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資料顯示 其實丁宮 就有這個 英語二級的能力 那大家其實 聽夏娜剛才 其實最深的就是 他讀那段英文 讀得準不準呢 很不準 我覺得 很正常的 這個就是跟日本人 本身不懂英文 因為他們不懂遠離 反本真靈沒問題 那沒得講 日本人找了比較 有些東西 如果你說你是英語促身 或者你是心躁的英語 那是不同的 我提出 大家聽他的英文的對白 就會覺得 其實還有一套 不過我不太記得 每一套都是有個英語推白 一定有的 那 我覺得這個又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基本上九成聲優 講英文都講不到 如果你說你問我 哪個聲優講英文 講得好呢 我都是說 我都是十一手指 都拿走 一定 哪一套講得好 正確一點 日本人有多少個英文 講得好呢 那應該有的 也不是少的 應該是本身 本身在這套作品裡 你不會經常要講英文 這個是問題 我又要引述一下 有些人去批評 如果你去買東西 如果你買東西 有任何困難 只要你跟那些人講英文 就會聽到一句 是 是 是 算了 你的英文在街頭文明 我還是會走的 最主要是日本人 音方面 其實你英文跟日文的音 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發聲音 在配音裡面會有影響 因為可以說語系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很主要的是 沒有管理 因為你日文 你五十音 你是逐個字抖出來 雖然有R 所以不屬於這個實力範疇 最糟的是學英文 他們從小學英文 是用日本的假名去拼下去 所以搞錯了 現在已經錯了 所以這個 我覺得不是說獨立聲音的問題 是整個日本人本身 他學英文那個 那沒辦法的 我母語是日文 其實我覺得 都沒辦法過這件事情 就算你說我們香港人 有多少個講英文 講得標準 其實都不標準 你說沒有日本人講得那麼難聽 但其實都不好聽 告訴你 我自己的英文都講得不好聽 所以我覺得這個 都沒辦法 沒有可奈何 這些就只要 不是特殊需要上的 其實就可以無事 他們配都配日文 又不是講英文 那你也聽日文 如果你找一個角色 他很多英文對白 他就會另外找 例如說很簡單 你記一下 當年這個魔客少女 有那些武器 經常都講英文 那兩個 大家可以看 最新的劇場版 會看到那兩位 人兄的樣子 當然會有這些 但都是少數 整體上 由他出名到現在出 其實暫時都見不到 一些很落差的作品 我看不到一些 失準的作品 好少少 好少 最多是做得平凡 不是很突出 但有時候配一些 沒那麼突出的角色 沒什麼 不是每一刻都主角 對 不是每一刻都主角 對 但如果真的 很差 配到不行 失準 我真的想不到 我記憶中所及 就真的未試過 他真的不配角色的出現 那這個當然 跟他本身監督也好 配聲優也有關 聲優實力也有關 但我覺得 剛才他配的角色 其實沒有什麼出錯 真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 他本身的聲線特點 以及他所配的角色 可以說是量身訂造 所以基本上 你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好像莫惟老師所說 其實有普通少女 有普通少女 但普通少女是沒有問題 大部分的情況 那一定 但如果你說 你會配他的少男 現在最新的後宮管家 他都是配... 達地婚 其實那位是女性 大概是中性角色 算是男角出場 其實你都覺得 沒問題 可能你聽到的聲線 其實也是男角 那今節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一節 繼續說回丁弓 還有說回台灣這個... 書展 阿爽哥 阿爽哥的自職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 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 CV系列的丁弓李偉 不是阿爽哥 阿爽哥配角而已 你不是能夠相信 阿爽哥可以說十五分鐘 跟丁弓啪配嗎 我們會被人打的 阿爽哥不可以說太長的 除非我們委兄大哥 上一節我們都不斷簡介了 就是丁弓他那個... 簡介阿爽哥的生平 阿爽哥的生平 你知道嗎 你又不知道 你說什麼 你說吧 他人生最光輝的 就是叫他 上一節我們都說過 這個丁弓大約那個簡介 可能他在配音方面 那這節我們可能都... 集中角色或者作品 去看丁弓的表現 以及近年的走向 很明顯一說 第一套說 當然是所謂的丁弓三連星 都很討厭 一定啦 你有看過的 你有什麼感覺 丁弓三連星有看 但我沒有看 所謂四連星的龍與虎 為什麼要不看龍與虎 我也沒有看 怎麼會這樣啊 我覺得最值得看龍與虎 最值得看龍與虎 為什麼 真是好看 原來是說的 被人批鬥 我們要噴垃圾片 OK 你們噴多點片就可以 簡單說一說 所謂的丁弓三連星 就是這個 卓眼之下南的女主角 又是下南 不用說主角了 基本上四套都是主角 就是這個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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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船風管家的三千遠 就是Naki 然後這個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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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角色的定位都很像 首先不撇除了新高方面 大家都應該不覺得150 新高都很像 新高都很像 撇除了大家都是非常之 低於150 幼兒體型 對 對 幼兒體型 貧羽 刁蠻任性性 鴿蠻辣 跟著要當個男主角 算是狗 這個 所以算是 寵物 應該是高壓 下人 管家那裏都不是當狗 管家那裏是傲嬌而已 擺明是假的 另外一個可以說是犯子 用屬性來簡稱 可以說是傲嬌型的大小姐 那類的性格 或者用一些所謂的講話 可能我算不算公主病 還是叫什麼 我不知道 公主 不算公主病 公主病是另一件事 不是 那三個角色 其實背景上當然有少少 性質上的不同 但配音上大家覺得 上一節都講過 變化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大根 你掩著樣子 他真的差不多差不多 基本上 沒有分別 股票本上 我又覺得 可能這件事是因為 你看到那個樣子的角色 你想什麼聲 對 真的 很自然 呃 當你每天都 不是每天都 你經常都聽的時候 你覺得很清晰 不是啊 當時一個禮拜四集幾個話 是嗎 當你一看完之後 你又聽到又是這把聲 即是又是那把聲 又是那把聲 你先說到 其實這三個 其實都屬於 他最擅長的那個 亦都是他成名的聲 其實大家有沒有其他 好像剛才節目一樣 一些普通少女聲 或者其他一些聲 大家會覺得有深刻印象的呢 很正常 你看到 那些什麼丁宮病 有些人很厲害 分開不同類型 物形物形 一二三四 都齊齊了 其實 除了剛才我們所說 可能是一個 奧嬌少女 奧嬌少女 奧嬌羅莉的一把聲 之外 其實都有些 例如說是少女 又好 或者是少年 都有的 或者說少女 有些什麼例子 周桂摩法 美冠哥的角色 耀寒的街道 片和優姬 我覺得優姬 是有點像 她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但你說周桂摩法 那個 奧嬌那個性格 對啦 周桂摩法 真的你會見到 一個平常的 他平常的少女 不會說是跟他平常 所配的角色 是完全一樣 而且海貓的衣服也是 海貓的衣服也是 海貓的衣服也是 都是少女 但其實他的特色 也是很不一樣 笑撒嬌 笑撒嬌 其實你也沒有 嬌嬌成群 天然 只有一條根的 性格的聲線 當然你說青年 最簡單 現在都一直播 可能說 播五季的 鋼子靈感觸師 另外還有 靜態 可以解釋一下 說那個 如果說他配男聲 其實鋼年那把男聲 大家也會聽到 這個小朋友 他的聲音 可以說是女性化的 男聲 但我覺得OK 我接受這些聲音 這些小朋友 配上他的性格 是異童的聲音 可以說是比較 但他有其他男角 都有 譬如說之前 都是一套 引之王的男主角 那把其實會壓低一點 總手 當然可以這樣說 另外一些 譬如說 PS2作品 AXL的戀盾 他配這個 男主角還是女主角 算是 女主角 我前以後 就是女主角 我會被投 我會被投 正確來說 男主角 或是女主角 顧問主 其實他配的時候 這兩個 聲音都會壓低一點 其實可以說 男聲 就有 過年的那種 就是女性化一點的 鞋子聲 另外剛才說的那兩套 就是壓低 聲音會沉一點 大家看最近今季的2009年的冬番 這套所謂的後宮管家那套東西 也有一個大利芬,剛才提過 其實它不可以說壓低,就比較像《鋼烈RForce》那種性線 但整體上來說,這些角色都是不多 九成都是差不多奧嬌公主、羅里那些 如果你說配南國的市場,就不是去到丁弓的 因為實在很多選擇 迫路美、齋賀冠月 其實它都是配南國配得很出色的 所以變相就變了,不用去到說丁弓會 因為丁弓有它自己的市場 它的市場已經足夠吃了 不能說這麼壯斷,但都吃了很多 因為吃四套,就吃了很多 所以你說角色上來說,其實還有很多種病毒 不過老實說,我又不是說我自己分不出那麼清 我覺得有些好像是硬來的 有些真的挺硬的 那就是為了充實 可能有些重度患者分得清,你不知道 我又不是患者,你又不是患者 那些患者是分得到的,什麼是有分別的 那你分得到的 分不到的,課心 所以你說,除了聲線上這件事可以有變化之外 其實我還想強調,就是丁弓病這件事 其實我沒有記錯過,說到要聲優的聲音病 都是丁弓是先河的 一開始是沒有的 其他那些是衍生出來的 沒有說臨原病這件事,哪有的 那當然啦,現在有很多人都說什麼什麼病 說在什麼... 臨登病啊 但是,是不是說他們真的這麼嚴重呢 我始終都會覺得是真的... 丁弓病,丁弓那個魅力 現身的創作作品 是說的是遠遠寧交於其他病 即是患者真的很多很多 那所以... 我可以說就是... 因為始終他聲優 可能你說日本聲優的資歷就講到幾十年 講到那個歷史就可能到幾十年了 但是其實在這幾十年之內 我估計丁弓都是幾度一無二一個 就是這方面 可以做到說他這把聲線可以感染到... 那麼多人 還有你想想,丁弓那個市場其實很大 就是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本身的Base市場 這類角色是很大陸 而且是很受歡迎 而且... 必定需要 你想想,其實我不是只要配音的 很簡單就是... 我不是只要配動畫的 不是只要配遊戲的 很簡單說... 近來有些之前的機 有來過香港的那些機 那麼有八點鐘那把聲音 哇,多好賣啊 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那個死人的東西 可以賣幾十元 那些所謂的八百錢 是啊 那個你明顯知道是壓錢的 那個是壓錢的 那個NPV機播出來了 那個NPV機播出來了 可以賣得到啊 還有連中... 香港也有貨 有六款的嘛 你可想知道可以多好賣啊 那你說這些都可以... 原新的產品多啦 可以做的 其實我覺得最過份的 哪裏有得 效果音也有得 我沒記錯好像是C73 有一個是丁弓的50音的CD 是啊是啊 沒記錯是C73 我不肯定是C73 那其實就是50音啦 A.O.A.O.O. 就是這樣 每一句 每一句 每一個音起頭的字 這樣說 你可以慢用Key一句 那H的句 當然是HTi開口的 所以你說如果他 可以做到這個 因為你對比其他聲優 就不會有那麼多這些 如果你說同類型 你說Comicare這類 近年來講 特別這幾屆 這個C77 C76 C75 多了的 是多了聲優 我講一下女聲優 就是日本大叔那些 有時都會出現一下 女聲優是會出現在Comicare的這些 我可以說是個人 本位的商品 不是於 不是聲優附屬於作品 是聲優獨立出的一些特別商品 但其實如果做法比較早 其實 丁弓 首先所說的50音的CD 可以說是近年來 開始的一個熱潮開端 同樣的道理 也是那個時候 也是丁弓病 最HIT的問題 是 因為他本身 你算是 他真的吃了 輕小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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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風氣 大部分的 一些受歡迎的角色 都是 令到其實 丁弓本身 劃多劃少 本身都有實力 劃多劃少 都會這樣 多人認識走他 而他的機會 是多了 這個字 配的東西 還有建立地位 講到奧嬌的 一定是找到他的 沒有其他O-King 其實我想補充 大家會不會 記得他一個 算是很特別的角色 算不算 都是一個比較元氣的少女 那個就是銀魂裡面的 神樂 卡古拉 嗯 都是律少女體型 奧嬌 但是他不算是奧嬌 那種是瘋狂暴走 那種 大家可以說 他可以演繹到另一種 他不是潑辣那種 那種瘋狂 他整個人是瘋狂 那種 但他的聲音差不多 差不多 你不能否認 演繹是不同的 演繹是不同的 我覺得有分開幾個東西 就是本身你實力 你有特別的聲線 跟你有多向的 兩種不同的實力 就是你不可能人人都兼顧到的 不丁空的樣子 我覺得很好的 我覺得到 他是有高技巧 他也有高技巧 他有高技巧 但是內河本身的音域 他不是真的可以去到很大 那這個 他不會去到很大 但OK 或者可能 我們沒有機會看到 因為他本身 醫病死亡 他也不需要 這個形勁太深入民生 不是啊 需要多些路向 為將來發出路 知不知道 可能將來你會看到 那將來的事 現在已經吃著這條水 已經有牌子了 吃著這條水 30歲前吃這個 30歲後就吃另一把聲 嘩 可能也不用 沙刀師的升級 四十多歲 都正在吃那條水 主要是這樣 至於你說 可能我們之前也提過 我們經常都在說 這個阿桑哥的問題 太爽鳥 有阿桑哥 太爽鳥的問題 其實 這個回應到台湾 那個書展的問題 就是說 有些人說 可能種了叮咚病 其實都真的去到幾瘋狂 不是 就是你會見到這種 病毒的 威力 真正展現形態 不是啊 其實他種那個 不是叮咚病 其實是瘋狗症 好像被人咬了 即是上了腦 瘋狗症 最後會上腦 如果你說 我覺得 喜歡一件事 或者 喜歡一個聲優 喜歡一把聲 都好 其實 不需要去到這麼瘋狂 如果你說 我單靈這件事 我給大約20%左右 是屬於剪接技巧 這個一定 就算你瘋狂 無所謂 但是鏡頭明知 拍著你 就不要做什麼 同樣道理 其實有很多人會認為 即是可能 就算是一些輕度少少的窄 所謂 或者是 一些不喜歡讀畫的人 可能覺得 一些動漫文 買東西的 價值觀 量化基準 其實比較特別 即是有 我的朋友 不是太喜歡ACG的人 就曾經說過 我一排什麼 我所有東西的價錢 以幾多個Figure為一個單位 這個東西 幾多隻Figure 這個東西幾多隻Figure 這樣 其實人們會覺得很奇怪 同樣道理 其實有些輕度一點的雜度的朋友 也都說 最近 這個可以說 劇場版nano下的那些菲林 差不多去到50幾萬日圓 很過分 有些人可能覺得 哇 根本是一個天價 即是為了港幣四五萬 可能說 不合理的水平 但是 這一種的瘋狂 可以說 你個人暗地 層面 基本上 收藏家的心態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你可能說 你儲存古董也好 我喜歡儲存這些 但問題 如果你在人前 你對於 你站在你 你這個族群來講 你一個公開形象 你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有 怎樣而拿過呢 我有這麼說 這件事我覺得 其實個人格好問題 即是等於有些人 很喜歡買一些LV 嘩 六千多元 其實不是有牌子 這件事 我又覺得 買那個 我覺得不是問題 你有錢 那你喜歡這件事 那就買 問題是 你買完LV 不會衝出來說太爽了 這個是個表現 他自己本身 那一刻 情緒不能受害 那就是人前失態的問題 但我覺得 你這件事的失態 是不關你的喜好事的 只是你個人本身 真的太爽了 那意思 就是 你的心 你覺得太爽了 對呀 要傳下去 全家之寶 我不要理它是什麼 表現手法 但會不會是一種 過分的狂熱呢 這種 病態的狂熱 對呀 即是過分了 即是會超越了一個正常人的行為 我覺得 就算 那怕 Anyway 做到你自己個人形象 就壞了 我不要延伸到其他族群 你給到別人 你看到這樣的新聞 人家都會覺得 社交影響很差 是很噁心的 你會覺得 當然 這件事 我會覺得 都是跟你電視台剪接有關的 肯定是剪不剪好的 即是說 很理性的 跟你在那裡簽字文 你猜他會不會貼出來 我覺得 本身是 你有沒有這樣的題材 給他去剪 你整班人裏面 有沒有這樣的題材 老實講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握手 有個叫得大聲一點 你就算被任何人看亂心 你覺得這個人 是 很興奮的 只是 那沒有了 這件事 沒得說的 當然 講那麼久 其實都要強調這件事 就是 天空命力是強大的 要你去到那麼瘋 其實你都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個S型 看樣子 他是M的 是 你不明白 所以才喜歡S 你不明白 如果你說 天空命力的聲音 就是病毒 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那何來會有 這麼多人可以這麼瘋狂 我要拍這麼瘋狂的東西 你也要有人給我拍 不當然 這個是他實力的反映 終極形態 可以令到一個人 那麼爽 到可以 那麼高 這個 精神可以 那麼失常 其實是很難的 這個難度很高 你常見到場面都知道 就算不說爽哥 我們就算說現場裏面 很多人會看到 瘋狂的程度 不要喊出來他們是 守規則方面 或者是爬牆 拆掉別人的東西 你都會看到 為了一堂這個聲音 關於無論病態與否病態 正常與否正常 痴善與否痴善 都有很多不同的粉絲 是喜歡冰宮的 所以才會衍生到 就是好像上網 我們看到 那麼多種類型的病毒 就是每一個 他基本上是每一個角色 就會衍生一種新的病毒出來 更厲害 更厲害 不停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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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GIF和SHIFT 以科技來說 最後 大家有沒有什麼總結呢 總結就是想看阿爽哥的 或請到動漫無雙的官方暴落格 看那些片 可以的 這個已經貼上去 大家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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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總結來說 我也是之前那句 我也是覺得 丁宮也是 一個可以 我覺得很難為我貴的 因為通常 聲音特色的人 很難可以做到很全面 但是他丁宮也許 可以做到很全面 唯獨有一點 當然會差一點 我覺得他唱歌就沒那麼好 他也避免了這件事 是啊 當然啦 我不用唱就沒問題 今季他好像有一個合唱 管家那套 他有合唱的OP 反過來說 如果他唱歌 我應該要用合唱去掩飾 真的要的 我覺得 如果你說他讀唱歌 好像以前靈屎的Ending 你會覺得是真的不行的 嘩 那些是讀稿 但我又反過來說 聲優其實不一定要唱歌 因為我很公道 我們好中文就是 你是聲優歌手 歌手 聲優還是純粹是聲優 就是做好你本範幾本要做的事 老實說 有很多人都是很厲害的 你想想 石田章是不唱歌的 他一個人配六把聲 不是七把聲 哦 這個可以我嘗試 我們之後再貼 我竟然忘記貼 對 之後貼 好之後貼 最後啦 其實就 今次講完丁宮 下一輪的投票 就開始了 至於是男啊 女啊 還是還是 不男不女 不男 我們應該考慮一下 遲些應該都要滾荒水 輸了二十幾票 我們就不應該爛落了 是會被人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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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輪的投票是什麼 大家要留意一下波子的公布 也有興趣的說可以提名 其實早前也有一位仁興流 提名過 神月瑤 是的 可能每次都有一些不同的題目 就未必說 水數真的會下一輪 但可能下一輪是一些比較新型的聲音 因為其實很多的聲優 老實說大家都知道 發掘一些新的 讓大家留意一下的聲優 可能也會說一下 或者Blog那邊也有人提到 會不會說一些女性向的東西 即是男聲優呢 是的 大家記得留意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就這樣 拜拜